有网友说,从少林族族开始新闻的电影,就进行艺术升华了,但却与观众越来越远,有些人总觉得新闻能以前好笑了,其实是新闻都一直往前走,而从前那批观众还停留在原地,久而久之,两者之前自然会产生间隔,所以新闻说,我们要一起升华才行。 也有人说,新闻的地理,要混神闻才能看得懂,新闻才说,你等我,今天的新喜剧之王,像不像二十多年前的大坏西人,因上面未平如潮,却在十几年后,开始啪啪打脸,相比九十九年的喜剧之王,二十年后的新喜剧之王,更加立体地体现新闻的光源,像人有剧透,盛开,关于亲情,自己幻想出来的自爱。 19六二年出生的新闻,从小就住在九龙城的群园区,一家五口人挤在狭窄的木板房里,父母常言吵架甚至打架,这给新闻越小的新闻上,床正地板上了恐惧亲密关系的烙力。 新闻学家福乐医德最著名的研究,就是童年十七年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会影响到成年、老年。 新闻从小就看着父母打架,年末的新闻回忆起这些不惠的童年经历。 通常在用一种戏剧的,仿佛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假代说说,因为这样,就像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新闻就不会那么痛。 终于父母在新闻当初时离婚,新闻和两位姐姐跟着妈妈生活。 可以说,新闻的童年是缺失负爱的,新闻渴望负爱。 在过晚的电影中,现晚过亲情的部分,几乎都是与父亲的故事。 名的成员父子,与原华与正年苏吉然父子,与吴梦达,整体专家父子,与吴梦达,百部兄弟父子,与吴梦达九十七家有喜事的父子戏,与乔梦达九十七家有喜事的父子戏,与乔梦达这些父亲的形象,往往都是忠诚甚至是宠诚。 新闻在长江七后里面,亲自饰演一位父亲,但是童年富豪的心事是成年后不可弥补的,那种空虚感,会跟随一声。 于是,新闻就幻想了,在他的电影里开始幻想。 星期里,陪梦有一个表面,反对他做演员,实际在默默支持他的父亲。 父亲会教训骂过女儿的父母眼,会通过自成的方式威胁剧组给女儿合在,会一边罩罵着女儿没出息,一边给女儿定计票,去参加演员视镜。 而这些都是暗地里的,藏起来的父爱,也是一生如心里想象的父亲的论子。 颁奖典礼上,观众看着如梦成年前跑龙套的视频,都在哈哈哈哈大笑。 只有父亲看着看着就哭了,只有他知道女儿这条路走得多不容易,只有他关心他真的有多累。 不幸福的人,总是能以为的感知到幸福是什么作为。 从小就是父爱的心理,男子有给予恩恋的,就是他对女众这一个个父亲的形象。 生活未来如果有孩子,一定是个很好的父亲,因为他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像他一样失去父爱。 欢迎爱情,错过了就错过了,失去了就真的失去了。 心理的初恋是刘慧琼,后来朱英介入,再后来是梦然恋。 大话心理让很多人认为心理放不下的是与朱英的感情。 但在心理的电影中,种种迹象假明的是,他忘不了的是初恋刘慧琼。 兄妹,在结束这几度恋爱之后,他总是会在电影里说起初恋。 96年时神里幻想着,与初恋多种偶遇的样子。 99年喜剧之王里面交流飘飘当初恋,以及借他人口找回初恋。 天王之王养千里面。 其自行车在这家初恋的灵系里。 心理平时喜欢骑自行车,57岁的心理出门,有几乎是自行车带步。 对于心理来说,骑自行车带心爱的人,就是最简单幸福的事了吧。 天王很等心理,等他的古怪。 他曾经说过,他是一个很痛苦的人,永远会累了工作,想不大于用东西之前,真会好痛苦。 他每天为了有些新东西给人看,搞得自己东西,成立觉得好像无厘头。 因为他在想东西,从他相处一遍要有内信,因为你同他讲话他好像听不到,其实是在想东西。 很可惜。 J妹2012年因病去世。 2013年,心理导演心理想模篇,以及心理心不改的一生所爱的词。 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同人落下色彩面苍白,从前直到现在,爱,还在让剧等你漂泊。 白云露透爱,让人非爱在世上命运,不能更改放开。 不能再相爱,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情人,凝聚永远不回来。 无人无语叹息爱不再激然。 花卉云露都会重开缓入得世的爱,再把云露透爱,让人非爱在世上命运,不能更改放开。 不能再相爱,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着其中的词。 是否是在怀孕露云露两者的所恶之人呢? 而新喜剧之王中的被忽视的爱情,李扬帝驴梦的爱女。 在片中,李扬与驴梦是同行。 他是懂驴梦的人。 他与驴梦有同样的梦想。 他懂驴梦的表演。 他和驴梦有同样喜欢看的书和电影。 像不像极为心理与建议。 李扬与驴梦有了一个喜剧之王,无人以经典骗道的开头。 却被驴梦满眼茶里打断了。 无法再忍出结局。 也预示着李扬与驴梦的无果感情。 李扬是众多群演中最关心驴梦情绪的人。 是看过驴梦最内破时候的人。 但驴梦太爱吻戏了。 他只顾着自己吻戏。 一直忽略着李扬。 最终,李扬交往过海去了美国。 也向极乐去往另一个世界的宣伴。 89年驴梦与驴梦相恋。 而90年,驴梦就拍了11部戏。 几乎一个月一部。 可想来知两人跟一起时间有多少。 所以驴梦说,如果可以重来。 我希望我不要那么忙了。 如梦成功后,李扬在美国为如梦开心地叫起来。 驴梦那心应该有绝的。 驴梦会在那个世界为他交友咋戏的吧。 关于自己。 开始跳出来重新看自己电影中, 王宝强摄影的过去演员马可在丢掉到晚后成功将。 戴着驴梦的导演帽。 马可可以戴任何一款帽子。 但为何到的却是驴梦的帽子。 马可身上有驴梦的腕子呢。 马可这样一个演员。 其器吧。 心高趣傲。 总觉得别人拍的东西的事实。 然后自己又好不到哪里去。 似乎印证了外界很多人对早年间驴梦的评价。 驴梦开始有所思考了。 开始坦然地黑自己。 开始跳出自己来观察自己了。 如梦奋和泛斗一位白脸那里。 白脸并没有一上来就否定他。 而是在如梦三三夕四次的腐肠乱打架才说出乐话。 兄爺也开始明白。 一心有理智。 天机的直者是会影响别人的。 从来反思自己。 关于梦想。 只能自己给自己交流追梦。 这个词听起来计较久远过时。 既奔良悦高帮。 直着梦想的位上。 兄爺往往只能自己给自己交流。 并且在永无止境的自奔与测讯间切换。 年轻的时候。 张兴齐和梦朝伟是朋友。 当时一起去大考GVV流行开放的艺人训练班。 从这个训练班毕业的学生, 有很多都成为后来替人帝的邦家花旦和小生。 甚至有现在演艺圈的迷歌和一姐。 但当时梦朝伟考上了。 虚爺落选了。 后来这个有心灾花花就开。 梦心插入柳成音的戏剧性报考过程, 一直在被流传。 梦朝伟为此言言得意。 虚爺很郁闷。 还后梦朝伟开始做演员。 名声道起。 新喜剧之王中。 虚爺也把这段历史重新告诉了大家。 虚爺被剧组看上被邀请做女主角。 虚爺来在如梦怀里大哭说, 更不小成名。 训练更生就跟着剧组车走了。 留下如梦一个人叭叭变在原地。 很快的, 虚爺也搬出了与如梦合资的宿舍。 媒体总说梦朝伟和真心实是好朋友。 成为新闻好友梦朝伟, 在年纯柳像。 碰面皮像新载最悲最苦, 很多这些新闻能看到。 杨常伟曾多次对镜头说 当年大考TVB摊选上 而真心实验选的是, 语气带着愿愿感。 杨常伟曾对媒体说, 真心实整片发白日明。 碰巧成为大明星, 也经常说, 你那些无理头都是我玩剩下的。 新闻考的两次 无限一年训练班才考上, 之后主持了六年430穿梭机, 才得与转行作演员。 这其中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龙套生涯。 但新闻成名后, 似乎也没有得到同行的认同。 据说成龙曾经这样评价过, 周远发的电影看过几部, 不错。 而周兴时, 我们有看过, 如果我的电影, 可以卖到好莱坞, 周远发的电影, 可以卖并全亚洲。 那么周兴时, 只能在香港原地打转。 而电影的最后, 如梦获奖, 小女想要给如梦道贺, 却不加军博义中拦住。 如梦从头到尾, 能致欲拜她的存在。 更别说像任何嘲笑过她的人信号, 新爷也是这样。 第一外界的嘲笑和否定, 从未为自己评解过, 也从未反击过。 只做事, 新喜剧之王中, 父母的不支持, 同学的远离, 室友的抛弃, 朋友的离开, 爱人的被叛。 这一切都是一道道 树起在如梦面前的屏障。 追梦的路上, 真的只有自己孤单的一人啊。 新爷在被带电影的态度上 亦是如此。 她太认真了, 以至于认真的不知道 该如何与别人相处, 如何为人做事变得圆滑。 很多演员会跳出来 指责新爷片场的大惊行为, 也有很多人离她挨去, 而新爷从未生地自己辩解, 只会闷生住自己的梦。 片中小女对执着的如梦说, 放弃吧, 这是你。 如梦说什么是你, 画面黑屏, 古语, 到底什么是你, 那真的戏问笑气, 根本没人能回答上来。 因为走出穷人区, 成为喜剧之王的新爷, 已经告诉你她不信任。 新爷兴奋的道理也极其简单, 小女对如梦说, 把雪公主有两只眼睛, 你也有两只眼睛, 她可以是把雪公主, 你为什么不可以? 对啊, 为什么你不可以? 你到底哪里不行? 看似无厘头的台词, 确实最简单就有另外的。 没有为一件事情疯狂知足和努力过的人, 根本无法理解小人物想实现梦想和改变命, 用的激情没被打落至谷底, 不会知道每向上爬一步的痛苦与快乐。 关于电影的结局, 心灵并没有断策上来, 因为那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这句折磨人, 要让人快乐的奋斗过程。 人当为自己将爱的时候, 通常胜乐的都都是那段痛苦不堪的日子嘛。 可以说, 看心喜剧之王, 你会越来越等真心时, 越等他你会越看到他的孤独。